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增破了一百零塊 零八塊 對一塊錢美金 那今天早上包括了日本財相 麻生太郎都出來喊話 那試圖來挽救日元 現在超強 升值的單邊走勢 那另外 全日本最關心的是 四月底的日本的央行利率會議 那到底會什麼新的量化 寬鬆的方法 繼國債買光之後 繼ETF收光之後 現在大家可以揣測 日本央行只剩下最後一招 就是印鈔票 買股票 觀眾朋友 這是沒有辦法 我們甚至提到日本央行 甚至歐洲央行 最後這種量化寬鬆 假如它不做節制 或做煞車的話 最後一定是買原物料 觀眾朋友 這是一條單行道 那個鏡頭我們已經看到 除非現在喊停 假如不喊停的話 買股票是必然的 最後一定會去買到原物料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買 這種量化寬鬆 需要買一個東西 把錢給釋放出去 過去是買日本國債 現在買到了ETF 未來可能直接進場買股票 甚至直接買原物料 來刺激通膨 所以觀眾朋友還是要注意到 日本央行後續的動作 但我們看到外資倒是對日本經濟 這個徹底的信心崩潰 包括目前做多日元 跟日本央行反著看的 是創下了歷史最高的部位 那大賣日本股市 則是創下近30年來最大的賣超 所以看空日股 看多日元 所有外資目前對賭的 就是日本安倍經濟學的破產 等一下我們做完整的一個說明 好 另外我們要觀察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昨天出現拉回 可是目前我們要觀察 因為美國股市出現了一個 關鍵的轉折 什麼轉折 就是融券的空單創下了新高 觀眾朋友 這不見得是壞事 但會不會是好事 我們要觀察 一個就是嘎空 嘎到爆料 就是放空的人太多了 使得大家會來做一個嘎空的動作 所以美國股市能不能再度 力往狂瀾 出現過高的發展 另外我們要看放空的人是誰 這些人賭的是美國經濟 在第二季會出現非常大的波動 那到底誰輸誰贏 我們就花點時間來做觀察 最後我們要掌握的 油價這幾天開始反彈了 經過連九疊之後的 連續四天的反彈 可是各位朋友 我們從黃金 白金 白銀 到我們看到的石油 包括我們看到像新像銅 越來越像一個頭肩頂的完成 出生段會不會就在四月初結束 那配合日元的紙升 美元的反彈 原物料的行情跟新市場 是不是都在做右肩的逃命 頭肩頂 左肩 頭部 右肩 右肩的逃命 我們特別請到三位來賓 來參觀今天的觀察 好 第二位請到的是 形態大師 蔡生 蔡老師 好 第二位請到我們資生財記者 丁萬銘 好 第三位請到我們飛機師 曾煥文 大K 好 我們先看到日本 這個日元現在波動 牽動了全球的一個變化 第一個 因為日元的強勢升值 會使得美元指數 相對來講比較疲弱 因為貨幣嘛 兩國貨幣交叉的比率 叫做匯率 所以日元升帶動了歐元升 日元 歐元同步升 那美元相對來講就是貶值的 美元貶值就會給油價 給黃金 給包括台灣 韓國新市場貨幣帶來一種推力 所以日元假如一直升下去 那當然對於原物量的多頭 對新市場的行情會不會有 第一個 有幫助 但另外一個是日元不斷的升值 也代表市場上對於各國央行的 貨幣政策的信心 出現了嚴重的一個打擊跟折扣 所以我們要從兩種角度做觀察 好 第二位我們看日元 昨天晚上日元最多的時候 已經升到107.66 再提醒觀眾朋友一次 在今年1月29號的時候 日本央行宣布負利率 當時的位階是118.48 那負利率理論上會刺激日元走貶 我們單從這個負利率政策 對於一個貨幣的理論的影響 應該是走貶 可是它不僅不貶值 而且往下升值 那另外我們觀察就是QQE2 在前年2014年10月31號 來做的一個量化寬鬆 當時從60兆的規模 變成80兆的規模 理論上寬鬆就是增加貨幣供給 供給增加需求不變 那就是什麼意思 當然就是物價會跌 日元會貶值嘛 因為日元的供給增加了 但日本的GDP沒有成長 所以日元供給增加 往上是日元貶值 往下是日元升值 可是QQE2還在進行當中 日元經過了一段時間貶值 現在升破了QQE2 當時的109.14 也就是日元目前面對的問題 是一個信心的問題 那下一道關卡我們要觀察 那更遠了 就是大前年2013年4月4號 QQE1當時的價格是92.7 這個價格就有點遠了 那日元會不會繼續升下去 等一下我們要從技術面做掌握 那另外觀察就是日元對台幣 在今天台營最新的一個觀察 跟報價當中 已經突破了0.3元 一塊錢日元可以換到0.3元的台幣 這是創下了17個月 也就是一年半的一個新高 什麼意思 假如我們現在去日本玩的話 光是以迪士尼門票為例 過去這10天日元的升值 就使得日本迪士尼換算成台幣 要多花90塊錢 那假如你要換10萬日元去日本玩的話 大概要多付台幣1100塊錢 所以目前日元的強升 觀眾朋友就看到了 對於日本的觀光 對於日本的出口 都會產生一定的打擊跟壓力 這是我們要觀察的日元對台幣 那我們再往下做觀察 就是部位的問題 因為目前我們看到 日元會復制2008年的走勢 我們這邊提供的是全球的 目前日元的非商業性 也就是金融屬性 或是投機性的持倉部位 多單還是空單 觀看我們現在歷史當中 在2004年 當時日元的多單 最高的時候來到64,499口 那這是深藍色的線 另外這條灰色的線 就是日元的走勢 我們看一下 當日元多單在走高的時候 日元會一路的升值 當然主力進貨 不長也難 一直到日元多單開始獲利減碼 超過一年之後 日元才漸到高點做拉回 我們這邊日元是倒數關係 所以往上日元是升值 往下日元是貶值 好 觀眾朋友注意這個現象 另外是2008年 當時日元的多單來到六萬五千口 觀眾朋友 多單在這個位置 日元也一路走升 一直升到整個主力出貨完畢之後 日元才由升轉扁 觀眾朋友 就很簡單 主力籌碼進去之後 日元就看漲 當主力出完貨之後日元才扁 現在我們看一下 日元才剛剛走升 可是目前整個全球的日元多單 已經來到五萬四千口 所以觀眾朋友 日元從籌碼面做觀察 感覺這個走勢才剛剛開始升值 所以第一個 大家都要跟安倍經濟學對坐嗎 明明賭的是日元貶值 為什麼所有的外資跟投機性的部位 都是看升日元呢 另外我們看一下日本股市 那同樣的 我們看去年一整年 整個外資賣超日本股市 已經高達了五兆日元 是創下1987年美國黑色星期一 崩盤以來的最大年度賣超 我先請教一下蔡老師 我們來觀察一下 就是日股跟日元 上次你有幫我們畫日元的滿足 大概就在107塊左右 這一次我們看到日元 已經來到了107 再往前看 107.66 日元第一波的升值滿足了嗎 日元未來怎麼走 那日本股市今天開低 走高 日股也止跌了嗎 四月底日本央行 真的會來買股票嗎 我們從技術面怎麼觀察 好 那日元 已經來到我們講的107了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頭大概有一年 有一年 但是這個底有兩年 但是你不能用頭的一年去比這個 為什麼 你知道 我常常講的規模 規模這個兩年 但是它漲是兩波加上結束 兩波一共也漲了兩年 所以他已經完全交代了 這兩年的底部了 底部打兩年 漲了一漲兩年 而且漲幅很大 這個就是時間跟空間的關係 你沒有大的頭部出來 那你也要有一個空間出來 來交代這個底部 這個底部交代完畢了 所以他一年的頭 他可以就是頭了 不必就對應這個地方 等於多頭走三年了 底部打兩年了 對 你這個 這個就是我常常講 你如果底的 一般這種底一完成的話 走多頭兩年 最少要走一年以上 這個走了兩年多 然後出現了一個頭部 而且這個大波段的漲幅滿足 當時我們講到是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邊突破的時候 那時候我提醒各位要小心一點 假突破 而且這邊真的就是假突破了 再貶值 我當時講過 再貶值也沒有辦法 再把經濟給拉升上來 反而會形成什麼 熱錢流出 當時我就是中... 這個不知道 這個可能是去年畫的線 對 左邊剖開來 貶值會上來 就經濟 再來你再貶的話 已經沒有那個效應出來了 就是老師那時候 QQE2的時候你講的 你就是說對日本股市刺激 應該是非常短效了 是 因為已經兩波了 所以你看貶值沒有用怎麼辦 你要防止熱錢流出 好不容易錢進來就經濟了 你要防止熱錢流出 那你當然就是升值 不然怎麼辦 所以這個地方 已經到達第一波漲幅滿足 但是我提到過 這個地方已經 這個整個多頭已經交代完畢 還有這一年的頭 這邊才跌半個月而已 這個就有規模上的關係 那一年的頭 最起碼 你說連跌待底的話 那也要半年以上 我們把它減掉一半 要半年以上 現在才半個月 所以它再跌第二波的機會 就很大 所以107可能會止跌一下 可是不能隨便看空日圓 所以這邊算是第一波 那你還要注意一點 就是這個 我們講過 那個 這是升值 升值 在現行上 我們把它看成是一個 下跌 空頭 空頭看反壓 也就是升值的話 你注意它的這個扁回來的支撐 在那個113.8這裡 就是日圓扁不回113.8 那繼續往下看第二波 是 所以從整個結構上就這樣看了 對 所以這個日圓這個 我這一次回去特別再研究一下 老師會有第二波的機會嗎 就是我剛剛講的 QQE-1 他的位階是我們看一下 是92.7 我們那麼預估92.7會來碰出的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那機會是 因為QE這個是一個扭轉區 扭轉的一種 人為扭轉 對 人為的扭轉 所以我如果預估沒錯 我的自己的看法 雖然說我沒有遇過這種事情 不過市場你是用扭曲 他早晚 你早晚還是要還給他 所以不管你說 你從QE-2的那些低點 甚至說QE-1的低點 那個地方 早晚都要還給他 就是我們像我們進呼吸病房 有時候重症病人要加葉克膜 可是你坐久之後 葉克膜還是要拔掉 你不可能把葉克膜帶在路上走吧 拖一台機機會不會活著 不可能 所以QE就像葉克膜一樣 遲早要拔掉 還是要還到人的自然的 生理循環系統 對 而且你說葉克膜 這個一開始有效 兩次有效 後面你也是拖著 那個在拖命而已 對不對 那個意思都是差不多 所以這個我們以前講到 QE的東西已經扭轉市場很久了 這種東西好像說它很有效 可是我覺得 只要是扭曲市場的東西 在我們做那個行情做這麼久了 你只要是做過扭曲的 將來都是要回歸正常 這個是很麻煩的 然後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是日經 然後在K線上面 這個地方已經也剛好就跌回來 這一塊地方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這一塊地方的 上面是16,350 這邊是15,600 這個區間 來下緣的話 當然它震盪的機會會比較高 但是問題這邊已經形成了什麼 頭部區了 頭部剛第一次我們講的壓力在16,900 現在已經降到16,700 16,700 大概16,700這附近 你只要記得 只要16,700上面 這個都屬於空點 對 拉上來它屬於一個賣點 16,700放空 停水是哪邊 那你就會是在16,900 那還好 對 就200點而已 對 但是會不會來不一定 反正這個地方 我們就當它是一個什麼震盪 因為這個大頭部 這個地方頭部很長 才剛行程 你對於日圓它也一年 這邊的頭也是很高 所以一個大頭的行程 就像日圓一樣 日圓的頭已經做一年了 現在才升值 那個升值才升半個月 時間還很長 是 好 我們從日圓日股 先請夏老師幫我們做觀察 說第一個日圓 這個107的第一波升幅滿足 從蔡老師這個二十幾年的經驗當中 這個在這關門有預測 107是個短線滿足 可反彈 回扁 叫113.8 沒有扁破日圓 長期走升的一個機會 非常大 那日本股市剛剛也下出了一個指數 讓觀察可以做投資的參考 可是外民哥 我們要觀察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日本的問題 這是日本財政部2016年 公佈的最新的印鈔計畫 外面它不是日本央行 是日本財政部印的鈔票 那總共要印出12億張的鈔票 比去年暴增了1.8億張 也就是日本雖然景氣跟消費不好 可是日本財政部卻要擴大 將近10%的現鈔的提供 那什麼原因我們看一下 主要去年有高達40兆的日本現鈔 日圓現鈔被囤積下來 觀眾朋友 一定去日本 一定被你囤積起來了 因為你把日圓不花掉 搞得日本財政部發現問題大了 因為我印出去的鈔票 並沒有透過銀行體系回收 而是不見了 有40兆 40兆多少 大概有12 3兆台幣的現鈔 觀眾朋友 鈔票喔 不是銀行的存款喔 是現鈔 那個鈔票喔 還有硬幣喔 13兆的台幣 相對於13兆台幣的日圓 被囤積下來 所以目前 這問題來了 負利率現在導致日本人 開始大量的囤積現鈔 那另外我們從日本央行的財報 來做觀察 它分了兩個 一個就是現鈔的通貨 一個是存款的通貨 我們簡單講 一個現鈔 一個是存款 我們看到發行量 導播我們看近一點 你看它存款的增長 假如我們從2013 1415來看 其實這成長率從4.9 5.2 4.8 5.0 5.5 5.6 4.7 每個月的變化 到現在 過去幾個月 都在5以下 這個導播可能要再造近一點 所以我們再造近一點 就是你看到它的存款 增長的速度越來越慢 可是我們看旁邊這一格 就是現鈔的發行量 三年前現鈔的年增率 3.5% 5.0 3.5 3.7 3.7 4.5 都是百分比的概念 可是你看過去半年 都是6%以上的現鈔成長 我們甚至看到M1 M3 M2 基本上日本的通貨膨脹或通貨提供 全部是真正印鈔票 現鈔印出來的 日本怎麼了 對於整個負利率的概念 日本人瘋狂的囤積現鈔 這會產生個大麻煩 就是貨幣不周轉 不流動了 導致貨幣政策無效 因為貨幣政策就是刺激貨幣 不斷地快速轉移轉移轉移 貨幣不流動的結果就是造成通縮 這就是黑田東業弄巧成拙 本來是希望打造這個弱勢貨幣 弱勢日元 反而日元越走越強 那個超級量寬的結果 不但沒有創造通貨 反而因為大家把鈔票藏起來 流透量減少變成通縮 現在日本輿論界 學術界 經常有一個問題就是安倍會不會 重蹈這個日本 這個德川幕府時代 有一個很有名的壁字改革 叫做狄元重秀的壁改 狄元重秀是誰 狄元重秀是這樣子 就是德川的央合行榜 當時日本通行的貨幣 主要是這個德川家康時代 發行的這個慶藏小畔 主要是金跟銀 那這個笛元重秀是誰 笛元重秀是日本德川家康 狗將軍 德川家族 這個第五代的大將軍 對 日本當時最有名的 權力最大的人叫做 真夷大將軍 是 就是德川幕府時代 對 這個第五任的這個大將軍 叫做德川岡籍的重臣 是 德川岡籍在日本的歷史業裡面 很有名 大家就叫他狗將軍 為什麼 這個人出生非常的貧賤 大家覺得奇怪 日本人當到這個幕府大將軍 怎麼可能出生貧賤 因為他的爸爸是 這個德川幕府的第三任大將軍 叫做德川家光 他媽媽是這個小妾 就是出生平民的小妾 叫做小玉之方 因為小妾出生的小孩子是宿出 對 訴出沒什麼地位 所以從小日子過得 不是那麼好 所以非常辛苦 一直到他的這個 同父異母的哥哥對不對 德川家綱 當上這個幕府大將軍的時候 才給他奉事 但是這個人從小非常勤學 特別喜歡讀四書五經 文宇 孟子這些東西 真的假的 大學中庸 對 這個在日本的歷史上來講 他是一個爭議很多的統治者 因為有人講他非常仁慈 也有人覺得這個人有點淤辱 就是淤腐不通 對 他這個為什麼被稱為狗將軍 因為他即位以後 他兒子就過世了 他兒子過世以後 他才剛上任他兒子就過世了 他兒子過世以後 他就聽信了一位當時很有名的 這個和尚叫做龍光深圳 龍光深圳是什麼人 是他媽媽對不對 出家以後 因為他媽媽生了他以後 就出家了 出家以後 這個在日本這個歷史裡面 很有名的叫桂昌苑 法號叫桂昌苑 大家如果記得 前幾年這個電視劇富士電視台 有一個日劇叫做大澳 大澳在日本的意思 就是後宮的意思 對... 因為... 台灣的地視台常存過 對... 就講的就是 這個德川崗吉跟他母親對不對 這個桂昌苑 從貧苦經過什麼激烈的宮廷鬥爭 後來這個當上這個大將軍 那他媽媽 因為他這個飽讀四書五經 非常孝順 他以前小時候跟媽媽過過苦日子 所以登機以後就把他媽媽 從廟裡頭接出來 接出來住到這個... 跟他一起住就對了 那就容許他這個大澳干陣 就是後宮干陣 後宮干陣結果就是我剛剛講 他媽媽因為寵愛 因為都是女人 他們也需要有一些需求 就寵愛那個榮光震生這個和尚 榮光震生看到他兒子過世以後 就跟他出了一個主意 就說你那前一輩子對不對 殺生太多 你這輩子對不對 不能再殺生了 尤其你屬狗 你更要愛護狗 所以德川崗吉就發佈了一個 叫做生類憐憫令 生就是生命的生 就是生命的憐憐 就是鼓勵大家不要殺生 特別不能殺狗 尤其日本戰國時代 在他之前有吃狗肉的習慣 就從他開始不吃狗 狗就變寵物了 不但不能殺狗 你還要去保護狗 日本這個政府編了大量的預算 那十八王宮廟不是該拜他嗎 那個時候還沒有十八王宮 他倒霉只生在台灣 如果生在日本跟不掉 不但不能殺害狗對不對 看到狗打架的時候對不對 勸架 協調勸架 對 然後狗如果剛剛受傷的時候 住在附近的人對不對 必須對不對 負責他的醫療費用 真的 搞得大家最後對不對 狗一看見狗的時候 大家就跪拜在地上 不堪 苦不堪言 日本政府那個時候 日本的歷史裡面講說 是以狗食人的時代 狗比人命還值錢 那他這個人就是 雖然面對很大的批評 但是他也不以為意 那就跟敵緣什麼關係 因為他在任的時候對不對 因為放縱後宮干陣 後宮那一般生活都很奢華 政府錢不夠 那就做幣改 當時日本還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日本對外貿易 經常用金銀幣去做支付 金銀幣支付結果就造成 大量的銀金的外流 就造成通貨緊縮了 那他就重用他的敵緣重鏽 這個重臣對不對 進行幣改 幣改的方式也很簡單 就是把舊的錢收回來 然後重鑄 重鑄本來這個金幣 含金量是80%的降到50% 含銀量是90%的降到30% 這樣老趙又來了 就是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經濟一向就活起來了 這個敵緣重鏽就很得意 對 他就有留下去 就全日本能夠站著走路 就是狗跟敵緣就對了 對 瞎人都趴著 對 他這個 他很得意的結果 就是講說就發下豪雨 如信用力 就是如果這個政府的信用 能夠建立起來的話 則何必鑄金 那何必要用金去鑄這個錢幣 這個雖瓦土亦可為錢幣也 雖然是瓦片 泥巴 只要有政府的信用在裡面 就可以當貨幣理論上是這個樣子 跟現在一樣 所以接著對不對 他把那個裂幣再收回來 是 鑄造成更爛的貨幣 對 那這下子日本老百姓 這個覺得你這個政府在搞詐騙 用爛的錢換我這個好的錢 那出現就跟日本 今天的情況一樣 大家把舊的這個慶藏小幣 小盤通通收起來了 就造成更嚴重的通貨緊縮 跟這個經濟敗壞 這個後來的結果就是這個 這個德川剛急過世的時候 當時的日本政府本來一年 有100多萬兩的這個稅入 到時候已經降到 降到只剩下70萬兩 但是稅初有140萬兩 就嚴重的財政這個赤字 拖累了整個日本的經濟 而造成經濟的這個動盪不安 所以現在人家就看這個 黑田東諺正是惡搞對不對 大家就想到日本歷史裡面 曾經有這個敵緣重秀這個人 敵緣跟狗的故事 敵緣重秀對不對 當時的日本歷史裡面 還講這個人雖然有才 但是喜歡耍弄小聰明 然後品德又不太好 喜歡對不對 你是大邏靈戲劇看多的 我不是大邏靈 我是日本歷史看多的 是 好 但大家就把黑田東諺 當作這個敵緣重秀做類比 把這個安倍就當作 這個狗將軍做類比 認為黑田東諺搞下去的話 就會重蹈當時 這個敵緣重秀必改的這個情況 你今天看這個情況 事實上跟他不謀而合 雖然不是完全相同 但是第一個通縮解決不了 第二個老百姓把錢藏起來 第三個經濟越搞越差 你知道嗎 所以日本人對不對 看到過去德川幕府時代的 這個事情的時候 現在其實日本民眾 心裡都非常非常不安 因為這段歷史 有電視劇的播出以後 其實每個人家喻戶曉 所以已經造成日本社會 相當相當的不安 所以我覺得接下去 在對沖經濟的這個 阻擊之下的話 日圓的漲勢 可能短期間之內 一直要到日本的經濟崩潰為止 對 觀眾朋友覺得這段很長 因為外民哥說一個很長的故事 害得我們廣告來不及播 所以我們先播一下廣告 回來就要看一下 日本之外我們就要看美國股市 今天全球市場終於出現一點反彈 可是美國股市 重點還是結構 跌什麼 觀眾朋友 你知道嗎 匯豐銀行 美國銀行 股價都已經快要跌到 2008年的次貸低點了 包括了德意志銀行 是台灣的元大金 中信金 星光金 全球金融股都怎麼了 為什麼會那麼弱 我們先廣告 回來做今天的觀察 好 昨天美國股市拉回 其實股票漲漲跌跌 重點是結構的一個問題 我們看昨天其實從九大板塊來分析 一樣 這個是用市值的排行 分成九大類 越紅的代表漲越多 越綠的代表跌越多 好 今天要拷問觀眾朋友 到底昨天美國股市在跌什麼族群 你從基礎材料 科技產業 包括像能源產業等等來看 觀眾朋友有沒有看到 當然每個產業跌得多 漲得少 一左右每個股市跌一百多點 那既有材料有漲有跌 科技普遍下跌 但基本上跌幅不太大 可是觀眾朋友有沒有看到 金融產業普遍性跌幅就大了 所以從這九大功能當中可以看到 金融股其實跌幅蠻重的 當然我們不從各股做觀察 主要原因是因為整個美國金融股 包括像H 匯豐銀行 甚至德意志銀行 都在準備挑戰2008年的 次大小頂點 我們看這問題就比較麻煩跟複雜 為什麼 因為美國股市進入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轉折 金融股跌那麼多是什麼樣的原因 尤其是本週開始 美國進入財報週 金融股會不會是最大的地雷 我們從今年初以來 美齡證券 它的客戶流出 不斷地出現大幅減碼動作 可是美國股市卻不斷飆升 我先請教一下 大開我們觀察 這個金融股全球性破底 包括跟外資 每天只要一賣超 前十名 至少七檔是金融股 中信金 元大金 富邦金 國泰金 甚至星光金都已經要破底了 怎麼觀察 好 這個剛剛講到美國的部分 你說這個融券也是暴增 到底未來會軋空 還是會是所謂這個整個崩盤 我們再做觀察 但是我們從基本面來看 這最新預估的 現在是財報週 那現在預估在今年第一季的 這個獲利部分 基本上是衰退九點八 觀眾朋友注意到 大概就從這幾天開始 密集財報週要開始 對 下禮拜開始 那這九點八的這個衰退幅度 已經創下六年半來的一個 最大衰退幅度 基本上從去年的第二季開始 這個整個美國的這個財報的部分 基本上獲利是做一個衰退的 那現在這個衰退幅度擴大 我覺得大家要特別留意 你看台灣也是這樣 包括台積電 包括日月光 包括大力光 其實基本上像洪准 公共財報裡面有一個好的 可誠都一樣 全掛 基本上你說傳承股 還是原物料的關係 你看電子股真的是全軍覆沒 今天台積電 觀眾朋友你看台灣 到處都有內線 有千千萬萬個翁企會 今天台積電大漲 下午三點鐘 台積電就乖乖的拿出一個 三月份營收大增的財報 所以觀眾朋友我們講一個話 能夠根除台灣內線交易的方法 只有一招 就叫做正所稅 正所稅 科稅不重要 會把所有在亂搞胡搞的人頭 給抓出來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了嗎 所以為什麼我說這種稅 這種稅 全球都有這種稅 只有台灣沒有 為什麼反對 因為反對人都是股市的金主 都是股市的主力 因為這位財拉他們痛腳 誰怎麼 誰會知道台積電 今天下午財報好呢 今天台積電大拉特拉 就是有內線嘛 就跟浩鼎一樣 就跟宏達電一樣 台灣股市的內線無處不在 但這個內線會持續下去 因為台灣抓不到就抓不到 好 這再另當別論 其實我們講說財報週當中 其實看到美股下週的財報週 其實會很刺激 對 然後金融股部分 其實它不是最近才跌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標普的這個金融指數 是 從2005年的6月23號 累積到現在 它是標普500的這個金融指數 跟標普500做一個做對比 對 那就是把這個 標普500當作這個零軸 對 那如果現在 對 現在拉下來看的話 到現在為止 其實標普500裡面的金融指數 已經比標普500跌幅多 超過百分之18 對 所以說一年前其實就開始 已經有點分道揚標了 是 對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財報週的部分 下個禮拜會公佈的包括是 下禮拜四是美國銀行 下禮拜三是摩根大通 然後再下禮拜十九號是高通 高盛 對 高盛 對不起 昨天的股價全部都是大跌 大概百分之三左右 對 所以說到底像你剛講 是不是再先少了 市場上已經知道 因為就像你說的 台積電今天為什麼大漲 因為有人知道 這個三月營收會好 那一樣市場上為什麼會先跌 也可能知道 下個禮拜的財報不會太好 所以股價通常會先反映 那我們再看一下 不只是美國 其實包括你剛剛提到的德意志 德意志銀行的股價 我們看一下 它再跌下去 只要跌破二月中旬這個低點 就創下了歷史新低 德國最大的銀行叫做德意志銀行 台灣最大的銀行叫做台灣銀行 美國最大的銀行 美國銀行 中國最大的銀行叫中國銀行 日本的銀行叫日本銀行 結果德意志銀行 德國經濟不錯 德意志銀行快崩盤了 所以大家想說為什麼這些市場上 不管是法人銀行 一直在賣金融股 應該是背後有一個大家不知道的 什麼故事 富邦去年賺六七百億 可是股價又回到三十幾塊 其實說實在的話 你真的看不懂 不是很賺錢嗎 為什麼外資瘋狂的賣 感覺沒有明天的一樣 這很特別 對 這就是我把昨天列出來 外資賣超的這個排行榜裡面 十名裡面就有七檔是屬於金融股 你說中信金 元大金 國泰金 開發金 永豐金 玉山金 星光金 都排在前十名之列 對 那我們再看一下 到底金融股有什麼問題 我們先從美國來看 我覺得美國有一個金融的壓力指數 我們上次我讓大家看過 我覺得可以做一個參考 這是聖入一分行 那時候我們講的 他們發明的FED金融壓力指數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零軸 只要這個越上面 代表壓力越大 壓力越大代表就是銀行業 跟FED之間的一個變化 只要壓力越大的話 FED基本上就會做一個寬鬆的政策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過去在2008年的時候 壓力最大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道琼美國銀行的指數月線圖 基本上就會往下掉的 這呈現一個反比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從2012年的1月開始 金融壓力指數其實一直往下 代表壓力越來越輕 壓力越來越輕 然後金融股 對 金融股就會開始漲 那轉折點在哪裡 到2014年的6月 壓力又開始慢慢的起來 所以這個金融指數大部分 他雖然還有創了一點小高 但是最近就開始回歸這個壓力指數 所以就開始往下掉 對 這是美國的部分 那我們再看一下歐洲的部分 歐洲其實在14複利率最久 其實他希望就是把錢灑出來 多一些這所謂的流動性 但是我們看一下 這個紅色的線是 德國10年期公債的殖利率 然後藍色線是歐洲 這個STOCK600銀行指數 你可以發現他從這個 2015年的12月份以來 他走勢幾乎一模一樣 對 其實只要14複利率之後 所有的錢都跑去哪裡 就跑去這個國債 所以國債的價格越高 殖利率就越低 銀行基本上也沒有利潤 利差的空間 也沒有優質的產品了 對啊 所以感覺上就是 負利率越低的情況之下 反而金融業越慘 對 越來越慘 那包括現在最近的情況 發生什麼 就是這個信用違約交換率 CDS的部分 對 歐洲銀行的CDS 目前就創一個新 這個準備要過什麼高點嗎 就是3月11號 德拉吉那個時候 火箭筒的寬鬆政策的這個高點 代表現在銀行的這個風險 又開始起來了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在貸款的部分 其實也消退的蠻快的 對 紅色線是歐元區企業貸款的增速 你可以發現紅色的部分 其實在20在這個地方開始 就做一個停滯 大約是2015年5月份開始 對 他的這個企業的貸款 就沒有再做增加了 對 那這個藍色線是家庭貸款的部分 凡是 曾經有起來過 但從去年的年底開始 又往下掉 現在又開始回到過去的這個微米不正 但我覺得有一個最後一個 讓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歐洲央行其實在昨天公佈了 他們3月11號火箭筒 這個寬鬆會議的裡面的內容 也公佈內容 對 對 它裡面提到一個很特別 他說裡面的委員討論到說 負利率不會損害銀行的利益 這個就跟彭環南講說 低利率不會讓房價漲一樣 對 鬼扯蛋 他到現在還在認為說 負利率不會影響到銀行的 對 低利率不會讓房價漲 對 對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內容他簡單看一下 他說簡單來講 一般來說對商業銀行的能力 會有一些影響對不對 他說這是一般的角度 但是如果你從更廣泛的 視覺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儘管銀行的獲利降低 但是在成本也降低的情況之下 會彌補銀行的損失 所以整體來講對銀行是有利的 假如銀行股就大跌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負利率的情況 感覺上應該還不會結束 因為至少歐洲央行 他們的會議是這樣覺得 好 我們要看一下 第一個 全球的金融業壓力 正在增強 為什麼金融股會出現重挫跟大跌 我們再回到這家美林證券的流出 因為從今年開始 重點這不是散戶指標 第二 對抽基金藍色這條線 今年年初還來摸底 可是到了後面二月份之後 你看這個對抽基金一路賣出 另外就是這個高級的私人客戶 這個也叫批放 就是私人客戶資金流出的速度更快 另外機構法人更是從這一波 三月之後的這個反彈 大幅的賣出股票 所以美銀美林證據 它有一個散戶指標 一個主力指標 主力都在賣股票 這是個很特別的現象 另外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美國過去我們都關心的是 融資保證金 融資先給觀眾看一下 這個融資在這邊 這底下就要表示 付的代表是借錢 所以付的越多 代表融資規模越大 觀眾朋友懂意思嗎 因為你融資越大 你帳上的負債會越大 所以往下代表你在做槓桿 在借錢 那變綠的就代表 你不僅沒借錢 還擺了很多錢 在證捐劃播帳戶 觀眾朋友懂意思 大概這樣解讀了 所以我們看到 2000年的時候一樣 到2000年融資余額 我們一直講過 他領先糕點半年左右 當他開始噴出泡沫之後 後來不到半年網路泡沫 在2007年也是同樣 領先大盤大概三個月 建到糕點之後 2008年就是次大海嘯 這一次一樣 已經建到糕點了 美股股市其實最近出來做投 開始慢慢往下 這是融資余額 第一個 融資在減少 而且美國融資 因為美國是個法人機構 基本上會用融資的散戶 大概都像阿土博 像翁啟會那麼厲害 你懂意思了嗎 沒有隨便的散戶 那我們反過來看 那個是看利空 這個是利多嗎 就是融券創新高 我們看到美國目前 這個融券的股數已經高達 180億股 基本上已經要刷下 歷史最高 但上一次融券創新高的時候 是2008年8月到10月 所以美國做借券放空的 都是翁啟會 都是阿土博 觀眾朋友 你要知道 美國散戶都很厲害 我們金融廣告就要回來觀察 到底從每一每年的證券的 這個客戶報告 從美國的最新融券刷新率也新高 而融資從高點下滑 到底美國股市 四月份的財報週 是要嘎空嘎落報 還是另外一波大波頭的修正 大波段的修正即將開始 現在廣告 馬上再回來 所以從而美國這算聰明錢 因為從融資從券過去的利益經驗 都看到現象 另外我們看到就是我們前段 大概提到的 全球的金融股在崩盤 官方有這個歐洲銀行股 今年以來的表現 這跌幅有多大 官方有你看這個郁信 義大利第一大銀行 今年已經跌掉了快腰斬 跌了四十幾% 這是義大利銀行 算不算歐元一轉強 歐債風暴要來了 另外瑞士信貸很大對不對 瑞士信貸今年跌掉四十億% 今年跌掉四十億% 瑞士信貸不是小銀行 德維智銀行跌了大概三十八% 這個巴克萊 就剛剛把台灣研究機構給關掉 因為台灣研究機構 常常抱來抱去 基本上對巴克萊的營收跟營運 一點幫助都沒有 今年也跌到三十多% 蘇格蘭華家銀行跌幅也三成 像在台灣比較有名的匯豐渣達 今年以來都跌掉二十幾% 我要請教蔡老師做觀察 我們從金融股的表現 因為這個升息不升息 另外從美林的這個 主要客戶的報告 從美國剛剛講的融資跟融券 沒有股市昨天下跌 因為沒有股市這波是 全球股市最強的 我們到底要怎麼看 它要跌嗎 還是要軋空 您的觀察 融券創新高不見得就是軋空 你要記得一個 在以往台灣股市裡面 在所謂的做空的主力 也就你只要注意一個方向 當融券創新高 然後股價才往下跌 那個都是主力放空 那不是融... 因為所謂的散戶放空 就是一定是往上跳了 所以你只要注意一個方向 將來那個剛剛那個融券創新高 但是你要看那個指數 我們來看這個S&P好了 這個道瓊大約也是1萬6 那個附近跌破 也就是說融券在創新高 但股價在往下掉 那個就是主力在放空 那就是耗鼎 對 所以主力放空 你就不要指望它軋空 主力放空 它就是要往下踹一大波段 就說宏達電500塊800塊1000塊的時候 那個借券暴增 算了 不講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那個S&P500 那這邊有一個下影線 也就創新高這個下影線 當初是日本跌 德國跌 就他拉一個下影線再創新高 這個叫做利空不跌 那一般來講 利空不跌的低點是2043 它不會 所謂利空不跌它就不會破 對 那我們看到兩天就破掉了 破掉隔天 長紅吃掉隔天 這個是三個交易日前 這個是兩個交易前 這個是昨天 那兩黑吃掉一根長紅 那這個整個全部都包掉了 那這個低點也破了 那在技術面上 這個假突破的機率就非常高了 從日線來看 因為它突破又跌破 你做一個利空不跌 然後你一下子就把它跌破 那也就是說都是做虛的 好像說日本跌 然後那個德國也不跌 那我今天就做利空不跌給你看 結果兩天之後新虛就跑掉了 那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如果說再看這個地方 這個景線 這個景線大概在2022這附近 所以這一塊區域但被跌破掉 那個就是融券往上創新高 但是股價往下跌 這個叫做主力放空 是 那你就要特別小心 那個就是完蛋 因為這個WD也到漲幅滿足 投會出來 因為4月份美國S&P500 財報就要解盲了 所以基本上也要解盲了 所以主力都在放空 所以到底會怎樣 你看那個外資有借券放空 他一些在創新高 那就是他主力 這個就不用講了 只有他在借券對不對 所以那個也是一個指標 另外我們看月K線 月K線這邊一個山 兩個山 三個山對不對 那台灣台灣有五個山 這個叫做在美國有三山 台灣是五月 對 這邊四個 那這邊一個一起 一共五個 那我們的五個山頭 全部都在上面 他們三是一山比一山高 競爭力強 所以現在第三部的山也出來 然後這個 一般來講 月線很少會像上個月這樣 拉出一根長紅出來 一般 這是1933年以來 最大的季度反轉 已經是同季了 二戰以來 民國二十二年 大概只有八十 二十二年 八十三歲的人才見過 就是你小時候有做過股票 大概現在活到八十三歲 才可能見過這種行情 對 這個在以往的歷史上 在做頭的行情上 很少月線 第一次會拉長紅 第二次很少 我們把這邊把它盡量放大 因為這邊蠻重要的 因為這個地方 很少會拉一根長紅這麼大 通常到一半就結束了 那就是一樣 繼續扭曲 但是重點是這個長紅 也沒有過這邊的高點 還沒過 還沒過 那還有就是這根長紅的低點 是1937 不能破 對 1937一旦跌破 那這個頭只是拖得更長而已 那一般來講 這個地方要破 可能還拖上一兩個月以上 或許 因為從這個結構上來看 只要拉長紅 都會有一兩個月的整理期 是 那怕時間 就是賣去過大半 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美股的變化 因為現在卡到 美股要加空還是要殺多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原物料的一個行情 因為觀眾朋友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原油的變化 我們剛剛提到 日元在今天做反彈 觀眾朋友前面有講過 日元的升值會導致美元的貶值 美元的貶值會導致黃金原油的升值 而美元的貶值也會刺激新市場貨幣的升值 就是代表原物料跟新市場有資金行情 好 記住 就是日元的升值跟歐元的升值拖累了美元 美元的拖累也會刺激到原物料跟新市場 可是重點是日元今天大貶 日元今天大貶 不是大貶 大貶 而且蔡老師剛剛講的 日元短線的升值幅度滿足了 大家都看衰美元 那美元會不會反彈 假如美元反彈了 那就反過來了 美元反彈 由黃金就要跟著跌 新市場的貨幣跟資金就要跟著流出 所以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是油價 油價我們之前追蹤過 這個連續下跌 但這幾天是連續反彈 可是重點是這個我也想大膽的假設 當然這個還沒發生 就不準 問蔡老師 這會不會是一個右肩行情 跟美股一樣 你看黃金 黃金的時間也快對稱 所以基本上 以嚴格來講 應該就是差不多要表態了 不是頭肩底就是要再突破 觀眾朋友 我們畫這個意思就是 先有個假設 方向一出來就確定 那現在這個方向 感覺是有點往下的機會大 但有可能往上突破 先不知道 但是會不會有頭肩底 那另外我們看到 我們要看到新跟銅 因為新跟銅 是這一波全球原物料 最早反彈的 可是你看新 昨天開始大跌 昨天又跌了2.5% 銅更是跌翻了 觀眾朋友 你看到 這一波臨漲的銅跟新 都在大跌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 蔡老師觀察 因為這個劇表按著推 日圓短期升購了 那我們看到黃金跟油價 最近因為日圓升 美元扁走出來一個右肩 然後這幾天日圓升 美元扁會不會是走個右肩 我們怎麼觀察 好 那油價上市就講 這邊轉落之後 這邊就變成一個壓力區 那個壓力就是38.6這附近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最起碼要站個三四天以上 站上去 這個地方才會變成一個整理的結構 因為如果說要翻成那個 一下子又要翻多 那個機率已經不高了 因為這個已經做過一個假突破了 那時間如果拖長一點 那這邊的規模 就會跟底部的規模 這個就要看規模了 對 看時間 現在就是在拖規模 其實老師常常講時間空間 就跟運老師講哲學一樣 其實就是時間空間 累積就是哲學 就是交易的智慧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是黃金 黃金簡單講一下 也就是剛剛世光講的對稱 對稱大概是會在下週的下半週 那你下週的下半週 你看這個地方 僅限到壓力中間 這裡有一個中間值 大概1230 也就是說下週下半週 它是在1230之上或是之下 之上那屬於它有轉強機會 之下它就是有破底的機會了 就會有破底 所以這個已經轉折 形態也出來 就看下一週的轉折怎麼做 它是站在哪個地方 好 那再看一下銅 對 因為銅在這個地方 忽然搞個大轉折 那問題是這個地方的一個底部 你給它測算漲幅滿足 其實也差不多到了 差不多 對 那壓回有一個重要的點 就是2.1這個地方是不能破的 是 那現在回撤還是正常 還算強的 只是漲多回撤 2.1不能破 因為這個抵達得夠久 對 這個地方時間不夠 空間也還好 對 所以這個還要等 這個要等形態了 是 那一般來講寧願說 一般 蘇建這種形態寧願拉回買 對 那看不出來有沒有反彈空間 或是第二波的機會 是 但是第二波的機會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就是CRP 對 CRP這個地方 照理說這個地方 就應該要做突破 那時間拖過去了 我們本來抵達得很漂亮 但是該轉折上 他沒上 反而下來測這個警線 那表示說時間會拖 那一拖可能會是 動輒一個月以上 所以就原物料 我下的決定 大概這一個月